为了让小朋友用轻松愉快的心情迎接暑假 陆江国小故事团也同样是利用暑假前来举办公演 由于是一连演出三天 因此故事团成员各个都是卯足了全力 用心准备 为了要在期末让小朋友好好轻松一下 陆江国小故事团的成员 各个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 全心准备公演 看一眼 往这边讲 好请记得往这边讲 然后你面对哥哥都是这样 屁股给人家看 而且你的跳舞没有跳那么大 真的会叮咚 会叮咚 剧团里唯一的男生这次担任主角 表现得相当出色 妈 你会拿你的拖鞋打我吗 就像打死蟑螂那样 这样吗 是 不会 你一敲我就死这样敲了 不会啦 那爸 你会拿杀虫去喷我吗 就像你杀院子里的虫子一样 不会不会 我现在可是假虫 会不会你就把它当害虫来杀死 不会 我们一些所谓的道具也好 那我们全程都是全部都是由我们妈妈们 那把它完成的 那也是我们的心血绝境 那我们每个学期期末都会有一出戏 然后成员给那个学校的低年级 以低年级为主 那给他们欢乐 改变自绘本卡夫卡变虫集的故事相当具有教育意义 为了让小朋友融入剧情 故事团这次特别设计具有层次感的场景变化 然而这对演员来说可是增加了不少难度 第一个他比较不好演 因为他最主要的主角是在卡夫卡 然后还有爸妈 他虽然人缘不多 以往我们的戏剧全部都有小朋友来参与 有几个可能是小朋友来串场 可是这次我完全没有有大人演出 故事团准备在学校连续演出三天 希望陪伴小朋友用最轻松快乐的心情迎接暑假 远连新闻方线凯临美会 如旧采访报导